近日,美军对外宣布声明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正式开始部署 外界分析,这应该是美军针对中共山东号航母出动后的又一次更加强烈的回应 美国联邦检察官对新汉布什尔州的一名女子提出联邦重罪起诉 指控她在总统大选后,人身威胁密西根州韦恩县检票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 外界纷纷传言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出事 阿里巴巴集团被正式立案调查 随后,阿里巴巴当天股价出现大跌 市值在一夜之间蒸发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近日美军发出新闻稿并对外宣布 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正式开始部署 处于保密,美军并未透露实际部署的地点和时间 但外界分析,最可能的区域无疑是西太平洋 这应该是美军针对中共山东号航母出动后的又一强烈回应 外界注意到,正值圣诞节期间,美军却宣布航母部署 意味着舰队的数千名水兵必须放弃与家人的团聚机会 奔赴可能的战场,这应该比较罕见 也足以可见战情的紧急 中共跃跃欲试美军需要展示强有力的威慑 罗斯福号航母恐怕会准备与山东号航母在海上的对峙 美军在圣诞节前的重要部署应该也令中共意想不到 除此之外,罗斯福号航母一年之内两次部署,也是比较罕见 今年1月份,罗斯福号航母曾部署在西太平洋 3月底曾经历了疫情,一度后撤关岛 之后再度复出,直到今年7月份返回美国 如今,罗斯福号航母再次踏上了航程 罗斯福号航母指挥官安杜兹表示 我们成功证明了团队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以及我们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我们的水手和家人代表着这个伟大国家最优秀的人 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海军中最好的团队 和最好的船上的一员,感到无比自豪 罗斯福号航母指挥官安杜兹还明确地表示 目前我们处于最高级别的备战状态 随时准备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此次与罗斯福号航母一同出征的还包括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邦克山号 福克级驱逐舰罗素号和约翰芬号 但出于保密美军尚未公布水下的潜艇情况 不过外界猜测应该还有多艘维吉尼亚籍或洛杉矶籍 核动力攻击型潜艇护航 12月23日美国海军推特发布了两栖攻击舰马克星岛号 在印度洋的视频显示了正在放飞F-35B战机 在罗斯福号航母赶到之前 马克星岛号两栖攻击舰估计将首先回归南海 维持战斗力平衡 搭载的F-35B战机应该在模拟对峙中共航母舰载机 先前马克星岛号两栖攻击舰抵达南海后 很快穿越了马六甲海峡前往印度洋 又进入了阿拉伯海直达非洲基地 原来马克星岛号前来接应的是在非洲的海军陆战队 按照川普总统的指令 撤离非洲很可能重新部署到西太平洋 按照美军的信息 马克星岛号已经在返程中回到了印度洋 估计很快将重返南海 那么就在同一天 美国国防部推特也发布视频 显示驻日本沿国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与F-35B战机模拟近距离空中支援训练 训练在夜间进行 这样的训练恐怕目标是从东海向中共军队突袭 本周三 美国联邦检察官对新汉布什尔州的一名女子 提出联邦重罪起诉 指控她在总统大选后 威胁密西根州委恩县检票委员会的共和党级主席 根据联邦调查局 FBI向法院提交的一份证词 密西根州共和党主席 莫尼卡·帕尔默 在投票反对认证该县选举结果后 遭到了现年23岁的该州 埃平镇居民卡特林·琼斯的威胁 包括发送恐怖尸体照片和威胁性的信息 根据在证词中列举的短信内容显示 琼斯称 密西根州共和党主席帕尔默 是种族主义者和恐怖分子 还发给帕尔默两张照片 一张是一具躺在地上血淋淋的裸体女尸 另一张则是帕尔默未成年的女儿 琼斯在一条威胁信中写道 你的女儿很漂亮 如果她出了什么事 我会感到很遗憾 如果你女儿在学校出了什么事 我会感到很惋惜 帕尔默在社交媒体上也遭到了同样的威胁 对此联邦检察官马修·施奈德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此案中所指控的现象 应该让所有人都感到厌恶 那些只是在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的人 却受到这样的令人恐惧的威胁 在密西根州乃至整个美国 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根据指控 琼斯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 在联邦监狱服刑 以及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除此之外 文县检票委员会的另一名共和党人 威廉·哈特曼 在本周二告诉英文大纪元 他也收到了威胁 并且被迫离开自己的家 他说 我很害怕 实际上有警察在外面不同的地点看守和观察 以防万一 他们在那里待了三四天 哈特曼接着说 有媒体去了我的房子拍摄 拍下全院和地址 然后我的网址被恶意的泄露 我收到了超过1500封恶意威胁的邮件 维恩县是密歇根州人口最多的县 该州最大城市底特律市也位于维恩县 今年11月17号 在维恩县检票委员会的认证选举结果会议上 帕尔默和哈特曼最初投下了反对票 并质疑该县选举结果的真实性 但当晚 他们就在一场网络会议上遭到了威胁恐吓 被骂作是种族主义者 他们的家人也都遭到威胁 之后二人被迫改为投赞成票 不过次日 帕尔默和哈特曼均撤销了前一天的认证投票 表示仍然反对认证选举结果 近日外界纷纷传言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出事了 阿里巴巴集团被正式立案调查 但随后就在昨天 阿里巴巴当天股价出现大跌 每股阿里巴巴更惨跌超过15% 市值在一夜之间蒸发超过 7000亿元人民币 24日美股开盘之后 阿里巴巴股价低开超10% 随后跌幅不断扩大 盘中股价一度跌超15% 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阿里巴巴在香港股市也一路走低 24日港股跌幅超过8% 市场分析认为 中共监管部门正式对阿里巴巴 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是导致阿里股价暴跌的重要原因 不仅阿里巴巴遭到立案调查 马云帝国的另一支柱 蚂蚁集团也将面临第二次金融监管约谈 另外根据彭博社披露 马云已被禁止出境 北京已对其成立了专案调查组 海外政经观察人士分析表示 中共当局对马云帝国的动手 一是以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 对中国传统经济利益的侵蚀 而这些传统经济利益的主要代表就是国企 例如蚂蚁集团就触动了中国国有大型银行的奶酪 其次是阿里巴巴蚂蚁集团背后的政治势力 与习近平之间的对抗 而马云背后的政治势力很多 其中以江泽民派系政治权贵集团为主 也有旅美经济学者分析认为 面临金融监管四部门约谈的蚂蚁集团 可能还存在帮客户违规转移资产 并预言估计马云未来的命运只剩下两条路 一种是坐牢 下场就像吴小辉一样 还有一种就是神秘死亡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 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